字幕提供 我們看看這次我們住的民宿 是如何 要怎樣介紹 冰箱啊 冷笑話 這些是民宿主人 準備給我們的野人 蘋果汁和Spargling Water 已經被我們清掉 這個我也想試 已經沒有空間試了 你的胃已經敷了 還有它那個橄欖油 是不知為何放在冰箱 冷到瓊了 我放回這裡 這個是有中間格的冰箱 應該是肉餅 放中間格 最底是冰箱 它之後準備了這個 Flocker 餅乾小湯圓 還有冰箱 還有冰箱 過來這邊 廁所 廁所 廁所也是民宿最厚的地方 就是有水格 是由於柯尼骨釀 原來是 沒有辦法這些舊樓 它應該這裡是類似香港的唐樓 不過它的設計是真的挺新穎 你看它這裡用一條繩去頂住交通 然後這裡是洗手房 但我想說廁所也是有全海景 不是河景梳 愛河的景 我們挑入愛河味 然後這個廁所是免治馬桶 很一般的這個 這個就是在我們影片裡面出現很多的 開放式廚房 在這裡就可以這樣 嘩 這樣拿幾點 就是它的角度 我想它真的自己用過 adjust過 但是也挺firm 將來我們如果 在家裡 我是不會 配置這一種爐盤 電磁爐 即是無論是沒有接觸式 還是有接觸式的電磁爐 我都應該是不會選擇 因為太弱雞了 這個民宿 我們住這麼多 我覺得最美的 因為它真的 很多那些設計 不過它 工業風 它是重度IKEA的粉絲 我的朋友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IKEA 真的禁制 還有 這間屋 你看到 長期報B的樣子都是顏色的 因為 這間屋 這個叫多少度 整個L型都是窗 採光超好 所以 這些窗的設計都不錯 即是可以開窗 但是這些應該是防蚊 令蚊不公平 對 香港都可以做 錢而已 然後 這個廳 這個沙發很恐怖 坐上去之後 起不了 真的起不了 還可以拉進這個 鬥鬥的鬥袋 攤紋 然後它的工業風 延續到 這個小燈也是工業風 超好玩 轉過來這裡 它很興奮 好張的皮 這床 每人都配備兩個大陣頭 真的很高 但一個又很壞 經常睡 頭髮很亂 在你摺皮的時候 就覺得我計劃過這邊 這個是有主人的大書櫃 還有這個很搞笑 它堅持已經載入我們了 我都感覺到它是想介紹它們 不如呢 它就給我一句 我們這是沒有電池的 我們是看書本的 對 它連床頭都有書 然後 然後 這個 廳和房間 你不想一招 給太陽 曬屁股 你都可以這樣 下了它 那你就不會直接給太陽曬屁股 因為呢 這個單位是向東的 所以它應該真的會曬進來 每一招 最好小的標榜 這個也是IKEA 這個也是IKEA 我跟它升到 我們都是IKEA的粉絲 麻煩你 執房那些叫什麼 房母小哥 這裡有一塊鏡 還有我想說 它很有趣 有這樣的磁石 是分開一半的 一個臀部 有個頭 你可不可以在床上錄兩下 顯示它有多大 這張是一張M8的6呎大床 我其實也有一個部分原因 是因為這張床夠大 而選它 我跟你是軟到呢 我的腳怎麼伸都不會伸到你 你給這裡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我們是住過這麼多次台灣民宿 這裡應該是最部分 純粹是那個水壓問題 問題令到扣分 否則都可以堪清 10分 我是因為這張大床 和這個開放式廚房 而選擇這裡 我覺得這個OK 但是OK偏好 不過主要的問題就是 它不是很接近這個摺氧站 哦 那很多都不走 是的 還有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主人有很多 食物 好 那最後房間接受來到這裡了 這是我們高雄的民宿 然後最後我們在這個愛河的旁邊 跟大家說聲拜拜咯 拜拜咯 拜拜 分享